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儒家不同意道家 为什么佛门敢这样说 不是说佛门狂妄自大 是他真正在心境上 因为儒家的东西你看 就算他在性中 儒家讲到性也是讲得很清楚 天性讲到这个一大 性献前处 其实就是你根本性中的一 但他能够献出一切 所以叫做大 所以叫天性 一大为天 儒家一讲这个 可他在这个天性之中 他就没有体会到什么叫性空 不是不能知道天性 而且你真正知道天性 就是知道性空处 所以儒家虽然能够超越 在世间的种种作用 他能够变成圣贤 可他毕竟还没有办法出世 因为他还是守着天性 他守住这面性 所以他没有办法超越它 只是守住而已 什么叫做超越 就是你知道性空 你明白现前处都要天性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 他能起成这样一大 是因为根本性空 所以守住当下 是根本就心中的智慧的超越 但智慧的超越当下 是看到世间 所有一切 一切法中的清清楚楚 一切法中的庄严 这个是佛家世门中讲的 所以你守住天性时 老庄知道无为 他当然胜过天性 更一步 对不对 但世门是知道 无为之中能现天性 天性现前处才是无为 就要尽色现前处 一切尽色真容处 才是根本尽性无为处 假如他有所为 有所造作 这就要断灭 根本无所为 为什么无所为 因为尽体尽色就是一 那哪有所为 有为就是二 不可能有为 因为是无为故 所以他才能够 显尽一切有为 有是不能够显尽一切有的 因为无为故 才能显尽一切有为 这是中国老祖宗所讲的道理 道家讲 儒家没讲 道家也讲 佛家也讲 可是佛家最后讲到的 挥入娑婆 道家没讲 道家是讲到无为 后来佛 讲到真正的大无为 是挥入娑婆 你真正知道 尽体的无为时 所以当然 这个就不是 你刻意要挥入了 你真正知道 尽体无为时 你当然当下 就能担当千面万化 对不对 就挥入 想要说 我知道尽体的无为时 我对千面万化 担当尽色千面万化 还有所留步 那表示 你看到尽体 还不是全面的 他在整个道德经 一些文字中 他并没有 把它讲完 所以他留下的文字也不多 所以古人讲 尤其憨山大师讲 为什么不说 因为还不知道古 所以不说 后面没有说 所以他有讲到手中 有讲到剑渡 老子 庄子也讲到剑渡 他能看到心中 那个一系 叫剑渡 对不对 他可以超越一切死神 超死死神 那你不知道 你看大学心性中 连剑渡都不利 那根本就是 你本来的天性 剑渡 你还是讲到一个文位 独立的独 独立的独 不是那个独性的狗 剑渡 独立的狗 所以他讲到手中 独立的独立的狗 我们之前 剑渡 就是刚开始我们去重播 已经进入 后来我们就学道经了 那因为 我们会觉得说 我倒是一体的 那 其实就是反正我们 如果 只要师父给我们清楚 我们只要擦他一点 我们就不知道 反正我们就跟着一起做道经 那我今天听法师讲 竟然讲到道家 是不够究竟 这个让我比较震撼 所以刚刚讲说 你要是真正知道 圣贤所教 是在心性上说的 所以在金刚经济座讲的 无违法 圣贤在无违法中 还有差别 无违法中 他就已经达到心性了 在心性之中 他的解释 他所谓的阵地 再有差别的 但你永远知道 圣贤是超越一般事件之间的 这一点你要先清楚 所以都讲到 儒家一讲心性 道家一讲心性 但这里面还有他的差别 作用 所以儒家的心性 为什么后来用佛家来判 他也只是入世的 礼数 约束 这老庄都讲礼数 约束 为什么 儒字他本来就从人 所以他是你要是 真正在一个心体上来看时 他就是入世之时 他在一切感受之中的 本来的心中的 他的手持 亲近手持 跟他的制度 他的用度在哪 就是儒 那你为什么能够明白 那个用度 是因为你知道 大觉心体的本来的超越 他就是道家的无为 道家的无为 道家的无为 道家的无为中 世就叫做开 开步 一切心中叫做 世的解脱意 开放意 世们就知道 这无为之中 现前的就是入世的 入世的亲近 入世的亲近 你要真正见到 入世的亲近 你是要知道无为 才能知道入世的亲近 所以融合叫世们 那道家为什么叫做道 光一个文字 我说我喜欢拆解文字 道它在一个走字中 所以在一切行持之中 你不要忘记 投手在哪 根本自信在哪 根本本末在哪 所以道字 你要在一切行为中 知道投手 就好像一切行为之中 你就力量拉回来 看到根本无为的 自信的亲民 儒家是从人 能够不厌部 一切人法 所以叫入世的制度 这三个合在一起 叫做一心 所以圣人讲法 他从来没有讲到 如 道 世 这后人方便分的 圣人只讲一心 只讲一心 所以你说这一心之中 世道 如都讲一心 是可以统合的 那当然在一心之中 都可以见的 但是在一心之中 你既然知道 世道 如都是在一心中建立的 但你也能够分出来 如家是讲到入世这一块 道家是讲到出世这一块 佛家讲到出世级入世 入世级出世 这种大名这一块 就讲到后面的菩提心 就是汉传佛教 讲到大圣 义佛圣 讲到这一块 你也能够分得出来 虽然我讲到 他们都讲一心 也能够分得出来 但是我要换过头来 我把名字讲错了 我道家 佛家 如家 其实是一样的 你抓的名相 就不见得一样 我说镜子 可以同于镜色 因为镜子才镜色 可你抓的镜色 它就不一定是镜子 所以在心上 世道如是 它都是究竟的 因为你在心上 知道世道如究竟 但是你也能够体会 儒家讲什么 道家讲什么 佛家讲什么 所以儒家讲到入世那一块 它一定不是特意标明 出世这一块 那干嘛不刻意 你已经知道心了 何必要刻意呢 所以在儒家 你能够知道 它为什么不刻意 道家讲的无为 它就不必再刻意 说入世那一块 为什么不刻意 因为你知道心 当下就是入世 何必还要刻意呢 那佛门就是告诉你 既然不刻意之中 所以法法圆明 这叫一佛神 二法圆明 从无为之中就是入世 入世就是无为 本来就是你心中的作用 进体之中 它能入世当下 就是它心中的无为 无为之中 所以它才能够随缘变化 亲王之白 假如它已经是亲王之白 它就不能变亲王之白 所以它永远无为 所以它才能够陷进一切尤为 这才能够一心之中 你把世道儒全部讲尽 甚至于讲尽当下 你还可以说 儒家有的地方没讲到 道家有的地方没讲到 世门在哪里 但是我讲这句话时 不是贬儒家 不是贬道家 而是告诉你 这圣人讲心 讲到这个点上 它有什么地方 是在入世当下 你还要心中要真明的 增加明白的什么 在道家的无为之中 你还要增加明白入世的作用 你两个头都能够明白时 就是佛家讲的世门 世不就是开放吗 所以你名字都给你安排好的 世心性解脱意 世就是解脱开放 到一切心中 能够打起根本意 你见到头手 儒就是从人 儒一切人世间 这圣人只讲心 所以你刻意要是说到 儒家跟佛家是一样 这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还抓着名字 你要讲心 我就可以讲世道如 你可以讲得出来 你要讲儒家道家 你不是讲心 你抓着名字是一样 那也不一定 你讲到善心 一切行为都叫善心 那都是善心 所以你在善心中 可以解释一切行为 甚至于小刀 捡一张垃圾 捡一件垃圾 都叫善心 但你可以讲说捡垃圾 跟至善是一样的 这你就要不一定了 你抓到那个心态 讲就不一定了 这也是 要是真正修心人 在行为上你也可以知道 因为讲到心也是法 心跟法 就在一块 你当然就可以把这个 法中的作用 给你讲清楚 换句话就是 你把这个心中的作用 讲清楚 你准备讲完了 讲不清楚 你就要惭愧 我不是讲别人 就讲你自己要发心 讲不清楚 惭愧 那就还不到要讲世 就不是我要得到的 你先学雅阳几年 那以前真的雅阳生 那问我 不知道怎么讲 后来很能讲 是因为天天读经 因为读经常常熏悉 所以我能感受到 你只要每天熏悉 你的念头在上面 将来你就用得到它 虽然不见得 你一定能够体会很深 但你居然发现 你随处开口 都是这些神经 那时候就会有那个信心 就会说 而且那时候 不是说造作出来 你就自然就是 所以我才 我一直教他们就是熏悉 没有其他的诀窍 因为你明白熏悉 你就懂得什么叫决心 决心就是如此 你要说还怀疑熏悉 就表示你还怀疑决心 就如法熏悉 而且我告诉别人 也就告诉他们 也就告诉我旁边跟我学 我通常都讲 一本经你不要拿来 只能念 一段时间就要想到 在上面找到什么道理 你就要发大信的 一本经读到三年五年 虽然你要发心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但看你发心的成不成心 假如你在上面 还有什么曲解 以为说 哎呀我体会到了 你就告诉自己 就愿解如来真实意 上面这句话忏悔 因为心还没放下 那种都不是学习心 你这样子慢慢慢慢忏悔 忏悔 在你心中就能找到学习心 找到学习心 是什么样的状态 可能我们现在 还不能够讲到很透彻 但是多多少少 能够见到一点皮毛 你真正想要学什么事 你突然会发现 你比过去更灵敏 因为你用对心了 那念心 也就是世界上常常说的 重来是一念 小小的学习心 也是要这样子 你自己不断的魔力 出来的 当你这个心性 若是这样的成熟 你就会发现 它的灵敏 看到什么东西 好像就能够 马上能体会到 其中的一些 比较深入的感觉 那就才知道 佛性决心的不可思议 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说 熟能神巧 一个裁缝 一个烹饪家 他真正发了心 不断身心投入以后 所有的随便一样菜 几个什么调味料给他 他怎么弄出来 都是加油 你把它写成菜谱 给你做 你照的方法做 你不信任何拿出来 应该能够吃得下去 你用心的人 随便一个草药 拿到 药到病出 你不用心的 那个草药都发不出药效 吃了没用 所以华陀 为什么能够药到病出 同样的药方 后人拿 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用心处 所以在这个上面 就不是讲全讲妙 是在这个上面 讲的是要知道 惭愧 懂得如何发心 你在这个上面 能够体会惭愧 懂得发心 又找到怎么修行 不是在那个感受中 还能够得到什么 体会什么 就忘念圈放下 打得念头死 虚如发生活 那打得念头死 也不是闷闷地打 对不对 不想不思不想 那不叫打得念头死 那是心里面的惭愧 再不请忘想 对不对